來 去看 去看 你這樣演戲時間多長 在我簽給雅民歌之前 我就有去當過那種靈演 真的啊 就是全身穿就是看不到臉的那種 看不到臉 防爆部隊 所以這是當靈演的時候 印象比較深刻 有沒有就是比較 當主演的時候 印象比較深的戲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 演得很過癮的 闖戲啊 弱戲啊 其實我有那個 有裸戲耶 有裸戲 我在那個目擊者裡面有 露過屁股 有沒有做什麼措施嗎 沒有 那個就只是 就是 有 但是因為我是 就是趴著 所以如果要演那一類戲 你有特別 我會吃口香糖 我記得 刷牙 對 因為我記得 我都有想過這一題 因為我小時候我記得 我初吻的經驗是在 怎麼跳到這 你初吻是怎麼跳 沒關係 OK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國中 然後那時候 就是 那時候初練約會的時候 我都會吃口香糖 然後大概前面十幾次 就是我都已經 喇雞外的口香糖 沒有沒有沒有 都是已經咬好口香糖 然後但是 不敢 不敢親下去 等一下 我親下去的那一剎那 然後就中了他牙齒 然後就 我跟你講我哥知道說 我的初吻也是 就是你的差不多也是 比較想挑戰 對 好 想挑戰的角色 就是小時候其實有一直想要演 就是 就是 像 邦嘎那種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 就是出社會之後 其實有一些 就是 比較銳利的 方面 面向要收起來 OK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那如果可以在演戲裡 去把我的 沒有被看到的另外一個面向 放出來 我可以去釋放的話 就是會是很享受 所以就像是你以前比較叛逆的時候 媽媽還拿刀追你這一塊嗎 這件 這件事我要解釋 其實不是 我媽是一個很有愛的人 只是因為我真的小時候太皮 就是從媽媽的 要給老師的裡面抽 我不是要投影的老師 對 然後反正就被抓到了 然後我就跟我媽吵架 但我也很不會挑時間吵 因為她那時候 正在就是切東西拿菜腦 OK 然後我就跟她說我又不是 就是殺人放火 我就是 就是 我真的拿了一點 你要給老師的錢 小時候就是在鄉下 就覺得就是 對 就死不認錯了 其實小時候就那樣 然後媽媽就 突然變臉 就衝出來 你如果長大要去 她講台語 我忘記怎麼講 然後她說如果你要殺人放火 我現在就把你殺 然後 OK 所以我們小朋友學到一課 不要在挑爸爸媽媽在做菜 切菜的時候 跟她講這些事情 對 不要惹女人啊 這件事就是不要惹女人 這是你學到這段功課 對 女人都是對的 不要惹 但是你擅長的是 寫情歌嘛 比較抒情 但是你又想演黑道 這兩個 這個反差滿大的 沒有耶 其實我寫的歌 其實也有一些比較 比較中二的 比較gan一點的 但是就是老闆又覺得 好像太 太壞 那說真的 我對於會寫情歌的男生 就是可以表達 情感的男生 加分 對啊 我是覺得這是很加分的事情 就是我會很好奇你的內心世界 是什麼樣子 而且我喜歡神秘的男生 他滿神秘的 他有那個氣息 那你 你的理想型是什麼 如果是另外一半 可以啊 OK 好 我迷失了 姐弟弟你會 你OK嗎 姐弟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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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正題好不好 所以我先 回到正題就好 我覺得他要流汗了 好 那我們講講 對不起 怎麼加入老鷹三少的 其實是因為我那時候大學 高中大學我有就是 就是在練舞 然後我有自己的舞團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大學有一個 舞團的 主持人 他是在那時候在培訓 那時候老鷹的師兄 畢淑敬跟世安的肢體 對 然後 然後他們就介紹我給雅民哥 然後重點是 那時候因為我剛 剛 還在大學 然後那時候我有就是 欠給你隨便一家 廣告公司 我也忘記是那一個 然後 然後後來我還自己去 復解約境 然後再去跟雅民哥說 我現在乾淨了 我要來完成我的歌手夢 這樣 對 沒有後悔 有啊 後悔 沒有啦 開玩笑 等一下啦 民哥就衝出來了 好誠實喔 好誠實喔